你 还没忙完呢 准备忙到什么时候 你来得正好 刚刚DKK来的电话 他们说 很重视这次的系列 想要提早上市 罗伯特那边说 如果我没问题的话 发布会应该会提早 提早到什么时候 三天后 所以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 怎么了 有很重要的工作走不开吗 我得先跟高阳商量一下 哈哈哈 中文部 不会吧 我们这是被关到商场里了吗 你别这个眼神看着我 虽然说我是这个商场的老板 但是这样的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有人吗 有人吗 不要喊了 下班了 我手机在办公室充电呢 你带电话了吗 我们得赶快找人帮忙 我可不想在商场里待一个晚上 我手机也没拿 我手机在办公室呢 不会吧 那怎么办呀 怎么不接电话啊 请稍后再播 奇怪 王小赛不是说高阳跟李明车在加班吗 怎么一个人无人接听 另外你直接关机啊 加班吗 手机关机或者是关机都很正常 说不定 他们两个就是不想被人家打扰 你反方面想啊 李明车他现在手机关机 那代表他可能不知道发布会提前的事 现在可是一大好机会啊 你再不订票明天就来不及了 我先回家等他 我先回家等他 小辰 帮我订机票 好 要吃就吃这个 好大一只龙虾呀 吃新鲜的吗 走 还想吃什么 随便拿 那我拿啦 要不要吃牛排啊 好啊 走 去那边 你会接吗 千万别小看我啊 现在主料有了 就还差配料了 我去拿 我去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香啊 晚上就好 你坚持坚持 嗯 加班加的也太晚了吧 咱们是在加班吗 总想找个地方歇息 于是她选择 停留在原地 爱情这游戏 来吧 为了我们两个今天晚上这个 美丽的小误会 干一杯 这没想到 你做的这么好吃啊 烹饪也是一门艺术嘛 而且以前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认识一个主厨 那时候我跟她学了不少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被困在商场里面 还挺幸福的 你倒是幸福了 我们今天吃了这么多东西 这钱谁付啊 那当然是保安部跟防锁路了 谁把我们困的是谁出啊 你千万别这样 虽然说他们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是你作为老板 怎么能碰员工的词呢 再说了你这一只大龙虾 这瓶好酒的 又快领上他们一个月工资了 这太想心了 你吃得这么香 你还想着别人啊 我以前的时候呢 无忧无虑的 也没尝过生活的艰辛 当然肯定顾不上这么多啊 但是现在呢 我自己出来工作赚钱了 才知道啊 赚钱真的太不容易了 所以你这个当老板的呢 一定要多体恤员工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不会压榨我任何一个员工的 任何一分钱 今天晚上吃的这些东西 我都自掏腰包 干杯 干杯 快吃吧 你也快吃啊 做得这么好吃 真可惜 现在的人啊 都不用坐鸡了 我们刚刚啊 就让那么多贵胎 都没见到一个人的坐鸡的 眼里他联系不上我 一定很着急 你好像还挺在乎他的 因为我不回家他骂我呀 因为我不回家他骂我呀 真没有见过比他更讨厌的方总 整天把这张脸还骂人 想到他就来气 想到他就来气那就别想了 好吗 今天晚上我们想点个性的 看看眼前这些美食都好了 嗯 来干杯 干杯 这什么样的 照片 我来点个声 放给你 加一五千元 完了 知道了 放开了 却让众生解脱的大智慧 这是几十 有没有搞错 怎么还在沉迷百户 怎么可能还在工作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请稍后再拨打的用户暂时